导弹发射 据外媒报道 最近出席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布扎比举办的国际兵器展览会 IDEX2019的俄罗 司军火企业罗斯蒂克的执行长 塞尔盖伊借米索夫 谈到了2018年发生的一起事故的始末 2017年12月30日 俄罗斯籍货船Nikifor-Bekichef在列宁格勒的港口启航 驶往中国 其船上运在了号称世界最强的对空导弹S400D对空导弹 但在航行过程中 于2018年1月3日 不幸遭遇强暴风雨 致使导弹系统的一部分受到了损坏 借米索夫对媒体表示 由于此次事故 该船装载的40N6对空导弹全部受损 所以需要将装载的40N6对空导弹 全部送回俄罗斯 并进行废弃处理 根据相关协定 这些导弹将在俄罗斯再次生产制造 并于2020年内 全部交付中国 另外 在本次事件中 除了遭遇事故的货船以外的 另两艘货船 以及后期补发的货船 其运送的S400D对空导弹系统 已经顺利交付中国 让我们了解下 俄罗斯军方声称的世界上最强的S400D对空导弹系统 S400D对空导弹系统 基本配置为远端警戒探测雷达 指挥管制装置 射击管制雷达 导弹发射装置 此外还带导弹装填装置和电源装置等 其装备的雷达系统 也具有超强效能 和以同时攻击80个探测到的目标 对空导弹可装在S400的导弹发射装置中 可以发射的对空导弹如下资料所示 可根据用途选择合适射程的导弹 9M96E最大射程距离 40千米 9M96E2最大射程距离 120千米 48N6E最大射程距离 150千米 48N6E2最大射程距离 195-250千米 40N6最大射程距离 400千米 从资料中可以看出 从9M96E型导弹 到48N6E2型导弹 是以俄罗斯现阶段主力S300D 对空导弹系统的升级 而40N6型是专为S400系统开发的新型导弹 其具有击破中程弹道导弹的能力 而具不确定的讯息 俄罗斯军方现阶段正在研发 一辆车上装备四个发射筒 一个S400 连建制一次攻击能连续发射的导弹总数是16发到48发左右 两个S400连可以构成一个S400舰制 两个S400成为一个S400团建制 据悉 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S400导弹系统 确定为S400团建制 而其中订单中 更包括48N6E 48N6E2 40N6等对空导弹 俄罗斯一向被认为是美国国防战略中的最大假想敌对势力 为此 俄罗斯军方在叙利亚和东欧边境地域 配置了S400导弹连队 以应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 在太平洋方面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的海深微周边也配备了S400连队 强化了对企图从日本海方面接近的美国航空战斗力的警戒态势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